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代社会人们常说 高职不如高薪 高薪不如高寿 高寿不如高兴 看来快乐生活是现代人的最高追求 但是怎样才能实现快乐生活呢 如果我生不逢时怀才不遇 我能快乐吗 如果我生活困苦处境艰难 我能快乐吗 孔子一生周游列果 怀才不遇 甚至被后人讥较为丧家犬 但孔子却认为自己是快乐的 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又是如何解释快乐的呢 请继续关注台湾大学著名学者傅佩隆教授 为我们讲 孟子的智慧 快乐度人生 今天谈的主题是快乐人生 我们不要忘记 人活在世界上 本来就有权利追求快乐 对于快乐 你可以有不同的定义跟了解 什么叫哲学呢 我们面对各种复杂的生活经验 要做一种深刻的反省 设法去知道说 对人来说 什么是人生正确的路 要选择去走的 然后再规划一个未来的理想 作为方向 把过去 现在 未来连在一起 你才能说我这个思想是一以贯之 你只要让人可以活得有意义吧 哲学家的目的就是如此 儒家就是一套很好的哲学 那么以孔子来说的话呢 有些人看到他表面上 一生都不得已 至少在做官的五年之外 没有什么特别得意的事 但孔子非常快乐 他是乐在其中 他的学生言渊也是一样 天下是乱世 个人生活也相当的贫困 但是快乐是另外一种不同的东西 那么到孟子的时候呢 他也一样 他要事法说明 人生的快乐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种好的哲学 如果不能告诉你 怎么样可以活得有意义 并且活得快乐 那这种哲学谁要学呢 学了半天越学越痛苦 所以在今天我们就要特别思考一下 到底什么叫快乐呢 在孟子看来 首先快乐跟危险连在一起 怎么说呢 我们都知道孟子见梁慧王 孟子见齐宣王 这两位大国的国君啊 招待孟子的时候 都做了同样一件事 请孟子参观他们的园林 他们的园林盖得非常的壮观 大宴小宴大路小路 看起来真是一番享受啊 这两位大王问孟子的话 正好也都一样 说贤者亦乐此乎 你们这些贤民的学者 也会以这种享受为乐吗 孟子怎么回答 孟子说只有贤者 才能够有这样的享受 如果你不贤 如果你不是很善良 很正当的话呢 很难长期这样享受 他接着就举谁做例子呢 夏节 夏朝最后一个天子 夏节是非常嚣张狂妄的 他怎么说 他说我拥有天下 就好像天上有一个太阳一样 太阳什么时候消失了 我才会灭亡 这话实在太过分了 所以后来老百姓怎么说 太阳啊什么时候消失 我们要跟你同归于尽 这话都出来了 所以孟子就是提醒这些帝王 你不能够一个人快乐 你一个人快乐的话 老百姓受苦受难 你快乐不了多久 所以快乐跟危险会连在一起 每个人的一生都希望追求快乐 孟子却说快乐是跟危险连在一起 那谁还敢追求快乐 为什么孟子会这样说 又怎样能够证明 快乐是和危险连在一起的呢 另外有一句名言是孟子说的 叫做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这什么意思呢 他说一个国家如果在内 没有遵守法律的大臣 以及辅佐国君的闲城 在外没有敌对的国家 跟外患的威胁 那么你迟早就要灭亡的 这就说明在忧患中可以得到生存 在安乐中会获至灭亡 所以这边就提醒我们 在追求快乐的时候 要注意到它跟危险 跟灭亡有时候连在一起 忧患这两个字 特别值得我们注意 因为儒家思想就具备一种忧患意识 我们念《易经》啊 后面有《易传》 《易传》代表儒家的思想 里面就一再强调 作义者岂有忧患乎 为什么 因为宇宙万物啊 它有它的规则 它没有什么复杂的问题 生物之间有食物链 它有生物平衡 生态平衡 人不一样 人如果没受教育的话呢 他不知道该怎么做思考 跟选择跟判断 到最后呢 弄成天涯大乱 所以人需要受教育 圣人就要忧患这个 就是说这个人类 如果没有好好受教育 将来就活着不是快乐 反而是痛苦啊 在《中庸》里面也说 他说天地之大 人有所汗啊 汗就是遗憾 天地那么大 圣人还是觉得很遗憾 就因为人类这种生命呢 它不会自然发展 身体会自然成长 但是你还需要受教育 因为你是万物之灵啊 如果你在思想上 在精神上 没有引导的方向的话 最后恐怕就 误入歧途 不可收拾 所以孟子特别强调忧患 他说 如果有一个国君 乐以天下 忧以天下 那就好了 以天下的快乐为快乐 以天下的忧愁为忧愁 后来就发展到 宋朝的范仲淹 说了一句名言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但是我更欣赏 孟子原来说的话 因为范仲淹 说的话非常好 没有人做得到 你要后天下之乐而乐 那你永远不会快乐的 因为天下永远有人不快乐 所以我们还是以为说 孟子的思想 比较具有普遍的意义 那么如果乐跟忧 都以天下人为我的考虑的话呢 那就自然可以称王天下的 天下人都欢迎你了 人们常说 人无远欲 必有尽有 就是强调 人应该有一种忧患意识 要能够居安思危 但是 从忧患两个字来看 忧是忧愁的意思 患是担心的意思 难道我们的人生 真的应该在忧愁和担心之中度过吗 我们要不要追求快乐 又该追求什么样的快乐呢 那么如果说 再进一步来看 孟子说一句话 君子有终身之忧 无一朝之患 他把忧跟患分开了 我有一辈子的忧愁 但是没有一天的患 患代表担心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我的终身之忧啊 是想到顺 顺本来是一个平凡人啊 后来变成圣贤 照顾天下百姓 我本来也是平凡人啊 可是我到现在没什么长进 一辈子都要担心 都要去忧愁这个事情 因为我做得跟顺比起来差太远了 没有一朝之患 什么意思呢 不会说 今天有什么事情 让我觉得难过过不去的 他说 我只要反省自己 做到两点 第一个是人 第二是礼 人就是我非常真诚 做好事 礼就是我遵守规范 按照礼仪来跟别人互动 那么一天里面有一些损失 有一些获得 他不值得作为我的 喜怒哀乐的来源 就是没有一朝之患 那么人的这种快乐跟忧患 连在一起的话呢 就知道说孟子的立场 你不要以个人自己的快乐为考虑 你要考虑到天下人 当然我们一般人会说 那我又不是政治领袖 我干嘛考虑那么多呢 所以孟子后面就会提到 你如何让你一个人也能够快乐 说到快乐 在孔子的论语里面 特别提到三种快乐有益 三种快乐有害 比如说 乐于用礼乐来调节生活 就是我生活都有礼跟乐来调节 这是第一种快乐 有益的 第二种是 乐于在背后称赞别人的优点 比如说我在背后讲张三的好话 我乐于如此 这种快乐是绝对没有后遗症的 只有好的报应 第三种快乐呢 是乐于交很多好朋友 乐多贤友 那另外三种快乐有害是什么 乐交乐 乐意游 乐宴乐 骄傲 为乐 到处游玩 游手好闲 每天 大宴小宴 大吃小吃 那些三种快乐都比较落实在你一种物质享受上 那是有害的 孔子不否认那也是快乐 不过它是很有局限性 并且将来会有后遗症的 他在孟子这本书里面特别提到 第一个要以 遥顺的理想为乐 以遥顺之道为乐 遥顺之道是什么 就是 行善嘛 我尽量帮助别人做好事 由于以顺来说的话呢 它是与人为善 这四个字 这四个字今天的意思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今天说与人为善就是不要太严格嘛 有时候学生说老师 我这次考试考得不好 你能不能与人为善 就叫我们老师分数算宽一点吧 这不是孟子的意思 孟子说顺与人为善是说 顺跟别人一起来行善 怎么说呢 他把别人的善拿来在自己身上去实践 让别人发现原来他的善 在顺身上也能做到 别人就更愿意行善 是这个意思啊 绕了一圈 就叫做与人为善啊 得让大家一起啊 多把自己身上善的行为 有横心的做下去 儒家思想并不是说人生不应该追求快乐 而是要看追求什么样的快乐 孟子强调应该以谣顺之道为乐 而谣顺之道就是以人为善 别人做了善事 自己也要来做 大家一起做善事 就会非常快乐 这正是为什么做一名志愿者 做一名义工 会感到非常快乐的原因 那么孟子所说的快乐 还有哪些呢 那么另外一个乐是 孟子特别提到严渊 以孔子的理想为乐 叫做孔子之道 那这个姚圣之道 跟孔子之道是类似的 都是以人为本 尊重每一个人生命 他的价值 所以后代呢 很多的有政治权利的人 对孟子都不太喜欢 为什么不喜欢 名为贵 设计辞职 均为亲 听不下去 所以到明朝 开国的朱元璋 在洪武五年 下令 把孟子赶出孔庙 不让他接受祭祀 结果当天呢 大雷雨发生了 负责的官员跑来报告 说天象是井 代表不应该把孟子赶出去 朱元璋既然是天子嘛 还是要听天的话 就是好吧 那就算了 暂时留下来 但他心里想的 还是不甘心 就把孟子书中的反动言论删掉 所以有一段时间 孟子里面少了好几章 那些编章 统治者不容易听下去 譬如说 国君把大臣当作手足 手脚 大臣就把国君当作复兴来保护 国君把大臣当作狗跟马来利用 大臣就把国君当作什么 路人 你给我钱 我办事 不给钱 我就下班了 国君把大臣当作泥土草芥来践踏 大臣就把国君当作强盗跟仇人来痛恨 这国君当然听不下去 删掉 还好 后来我们都知道 你国君只是一时的 真正的思想 它是完整的系统 那几句删掉不够 它整个思想 还是可以发展出来同样的思想 那接着我们就要看看 孟子有没有特别提到其他快乐呢 有的 他公开说 君子有三种快乐 而称王天下不在其中 一般人都认为说称王天下 我是天下的帝王 这应该快乐吧 孟子说 有三种快乐超过这个 我们非常好奇啊 很希望知道说 到底有哪三种快乐 比当帝王还要更好的呢 这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吗 孟子说是的 第一种 父母俱存 兄弟无故 这八个字听起来有一点 让人惊讶 说父母都还健康还活着 兄弟姐妹都无灾无难 这种快乐有点狭隘啊 好像是家庭主义嘛 我一家人父母跟兄弟姐妹都很好 这个快乐最大 我们就要问为什么 我们常常要问啊 一个哲学家说的话 他难道背后没有道理吗 他的道理是什么 因为一个人父母健在的话呢 他看到别人跟父母年纪差不多的 他就会老无老以及人之老推出去 一个人兄弟姐妹健在的话 到外面去交朋友 看到别人跟兄弟姐妹年龄差不多的 他也可以推出去 把他们当做兄弟姐妹一样 这是一种人性自然发展的一个趋势 跟他的阶段 所以人生的快乐是因为 我的人性可以发展 而人性发展的时候呢 就跟我的父母 健在兄弟姐妹 没有任何灾难 连在一起了 而这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有的快乐 以为说 我明明具备 孟子说的第一种条件 父母具存 兄弟无故 那为什么我不觉得快乐呢 你这样想的话 代表你对于自己的人性 恐怕有一点误会了 以为说快乐 全部是外在的东西 而没有注意到快乐 是人性一个发展的 正常的状态 这是最大的快乐 等于是我的生命 随着年龄慢慢成长 而我的人性 也有机会很顺利地发展 这是第一种最大的快乐 中国民间有一个习俗 再穷的人家 也要给新娘子 陪嫁两床被子 而缝被子的人 必须是父母兄弟姐妹 聚在的全户人 以求图个吉利 也许这正是对孟子 父母具存 兄弟无故 这第一种快乐的印证 那么孟子所说的第二种快乐 是什么呢 第二种快乐呢 就有点悬 孟子说 养不愧于天 辅不作于人 现在我们还用这个成语 叫做抚养无愧 第二句话比较容易 辅不作于人 我们先用白话来说 抬头看天 不觉得惭愧 低头看人 也不觉得惭愧 这句话怎么去理解呢 我们先看第二段 低头看别人 没觉得惭愧 这个比较容易嘛 我又没有跟别人借钱不还 我又没有欺骗别人 也没有害过任何人 所以我们看到别人 不觉得惭愧 这比较容易做到 对任何人 我都温馨无愧 那么我们说 我对别人不觉得惭愧 这都可以理解 但是什么叫做抬头看天 对天不觉得惭愧呢 这就很难理解了 很多人就喜欢怎么说呢 说孟子所谓的天 就是人的心 所以抬头看天 等于是我问自己的良心 有没有自己 在别人不知道的时候呢 做过什么坏事 这样讲太狭隘了 为什么 因为你要问良心的话呢 每一个人都很主观 有时候你觉得自己很对 其实别人看你不一定对 你说我问心无愧 别人说你那个心有没有问题 那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要了解 我们不要轻易去抹煞 儒家对天的观念 孟子说抬头看天 不觉得惭愧 是因为他知道 孔子五十二之天命 他也知道说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 对天要有个交代 这是比较复杂的问题 我们简单说一下 什么叫对天有个交代呢 就是我生下来是一个人 人跟动物不一样 既然是一个人 就有人的使命 什么使命呢 就好好做一个人 好好做一个人 绝不是吃饱喝足慢慢长大 最后老了就过世了 不是那个 也不是说我长大之后 陈嘉丽多生几个孩子 传宗接代 也不是这个 好好做一个人是说 我把人性向善的要求 设法折善固执 要追求止于至善 这是我的使命 我如果没有在这个路上走 那么我就对不起天 白白给我一个人的形状 人的样子 所以孟子说过一句话 他说只有圣人可以见形 见是实践的见 行是形状的行 这两个字很特别 因为我生下来就有人的形状 像个人的样子 但是只有圣人 可以把人的样子 充分的实现出来 那为什么我们一般人做不到呢 因为你外表有人的样子 代表内心也是人的心 那你这一生就要把人的心 它价值呢 全部实现出来 才能算是圣人 换句话说 做一个真正的人 就是做成圣人 圣人不是特别的人 圣人跟我们平凡人 有什么差别 平凡人呢 还不够真实 圣人是真实的人 意思就在这里 所以养不愧于一天 福不作为人 是第二种最大的快乐 孟子的第二种快乐 似乎有点难了 因为人们常说 人非圣贤 熟能无共 我们大多数人 还只是个平凡人 但这是孟子的一个理想 一种追求 我们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那么孟子的第三种快乐 是什么呢 我们普通人可以达到吗 还有第三种 叫做得天下之英才 而教育之 这一点很多人听到 都以为是老师 并且是明星学校的老师 你说有的学校不怎么样 学生念书成绩不太好 老师就说 你看我没有这种快乐 我得到的不是英才 那如果这样讲 不是有偏差吗 难道都要教这些最好的 明星学校吗 重点学校吗 如果孟子这样讲的话 这种快乐一般人也达不到了 所以我们要说明一下 儒家所谓的英才 只有一个标准 叫做有心上进的人 就是英才 很简单 我们从论语开始说去 在论语有一句话 只曰 终人以上可以遇上也 终人以下不可以遇上也 什么意思 一般翻译都翻成说 孔子说 终等才职的人以上 可以跟他讲高深的道理 终等才职的人以下 就不能跟他讲高深的道理 这样翻译当然是错的了 为什么 因为终等才职的人占多数 那以上是指这些人之外 10%吗 以下是说这些人之外 另外10%吗 那偏偏孔子又说 为上至与下于不移 就是最聪明的10% 跟最笨的10% 你没办法教了 你改变不了他 那这样的句话不是矛盾吗 所以终人以上什么意思 终等才职的人愿意上进 要把以上当作一种动词来理解 愿意上进 就跟他讲高深的道理 他如果不愿意上进 就不用跟他讲了 所以儒家很重视一个学习者 本身的主动的意愿 孟子这边讲的英才也一样 有心上进者称为英才 并且老师不是只有学校老师 在社会上任何地方 长辈教导晚辈 长官教导部下 这个年纪大的去告诉年纪轻的人 都是一种教育 而这些年轻的受教者 有心上进的话 这个快乐 我们当老师的快乐 我刚刚讲的这些长辈的快乐 难以想象 因为这文化需要继承 需要发展 年轻一辈愿意上进的话 将来就有更大的希望 所以孟子说 人生最大的三种快乐 超过当帝王的 当帝王可以说富贵到极点 如果当帝王是快乐的 天下很少有人快乐 永远只有一个人快乐 那孟子另外还有一段话 他说什么是最大的快乐呢 他原文怎么讲 他说万物皆备于我 以反身而成 乐莫大焉 这是最大的快乐 前面讲三种快乐 比当帝王还要快乐 现在讲的是真正最大的快乐 什么叫做万物皆备于我呢 这是很大的问题 有万物皆备于我 我们身上连穿几件衣服都撑不住了 万物那么大 那么多 怎么可能都在我身上呢 万物皆备于我 就是一切在我这里都齐备了 就是我生下来是一个人 我里面就够了 外面都是可多可少 没有什么非要不可的 比如说我现在活着 活着的话呢 就可以做一个人 但是你说你活着一定要有多少条件啊 每个月挣多少钱 住什么房子 坐什么车子 通通俱备了 我才能好好做一个人 不一定的 事实上你说 你一定要有这些外在的条件 才会快乐吗 这样的话就正好违背儒家的原则 平常我们只知道言冤 孔子说他闲哉回也 一单是一瓢瓶在露像 人不堪其忧 回也不改其乐 闲哉回也 所以言回真是杰出啊 每天吃一竹筐饭 喝点白开水 住在违章建筑里面 别人都受不了这种忧愁 言回没有改变他的快乐 这段话是孔子称赞言冤啊 大家都知道 但我们不要忘记 孔子怎么说自己呢 孔子说他自己啊 饭蔬食饮水 驱功而枕之 乐意在其中一样 吃的是简单的食物 喝的是白开水 手臂弯起来做枕头 里面就有快乐 这孔子自我描述啊 对吧 孔子跟言冤在这一点上 是完全相同的 快乐绝对不带 外在的食物 齐备了我才能快乐 外在的食物可多可少 可有可无 有时候要看你身在什么时代 处在什么社会 所以真正的快乐呢 是在内不在外 这个如果不能掌握的话 我们学什么儒家道家都没有用 因为都学不懂 为什么他们可以有这样的情操 所以我们讲到说万物皆备于我是说 一切在我这儿都齐备了 我一个人活在世界上 本身就内在圆满 具备所有的快乐条件 接着第二句话 反胜而成 我反省自己发现 我完全真诚 那么快乐呢 就没有比它更大的了 第二句话不容易做到 反省自己是完全真诚 通常我们自我反省的时候呢 都会觉得曾经有过不良的动机 曾经恐怕无意中或有意中 伤害到别人 或是对别人有些亏劝 人生哪里有圆满的呢 所以人生往往就是你前半辈子 做一些偏差的事情 后半辈子设法去弥补去改善 再设法走上正路 很少有人一辈子从小开始呢 全部做的是正面的事 太难了 儒家也了解人生的困难 现代社会调查发现 一个人经济条件的好坏 与他快乐的感觉并不成正比 也就是说 有钱人未必快乐 而穷人未必不快乐 可见快乐只是一种内心的感受 但是一个人是由外在的身体 和内在的思想所组成的 难道外在的身体就与快乐无关吗 其实一个人是一个整体的生命 孟子从来没有忽略人的身体的重要 但是或者换一个词来说 身体的必要性 我们都知道孟子对于人的身跟心 把身当作小体 把心当作大体 他有一段话说得很直接 他说你要了解一个人 就要看他的眼珠 眼珠如果是亮的话 黑白分明 代表胸中正 眼珠如果是昏黄的话 代表胸中不正 这种话说出来 实在是很难得到普遍的认同 假设我正好患了黄胆病 眼珠昏黄 那孟子就说 你这个人眼珠昏黄 胸中不正 这不是很冤枉吗 那我们就要问 孟子为什么说 这个容易被别人引起误会的话呢 因为他要强调身跟心的配合 所以人不能没有身体 譬如我走在街上 一个老人家摔跤 我如果没有手的话 怎么去扶他呢 你要做好事 需要心里面下命令 让我的身体手脚去行动 我才能把好事做完 如果没有手没有脚没有身体的话 我光是一个心 像灵一样的东西 那是没用的 所以儒家不会忽略身体有它的必要性 就好像有身体 所以我们需要吃饱喝足才有力气 但这是必要的 什么叫必要呢 非有它不可 有它还不够 就是必要 我吃饱喝足了 这是必要的 然后我才能够怎么样呢 去做重要的事情 重要的事情呢 就是心去方后施令 然后身体呢 设法来配合 等于心为主 以身体为福 这两个配合起来之后 才能做到许多好事 所以能够做到的话呢 这是最大的快乐 反胜而成 他继续说 能够努力实践 推己及人的树道 这是最好的方法 可以实践人德 我们讲到怎么样行人 儒家的思想 孔子的一贯之道 就是一个字 叫做人 孔子本身怎么说 你要行人呢 他说能进取辟四个字 能够究竟 在身边找到辟欲 来设法让我去做 简单说来 就是换位思考 你要行人吗 你就要替别人设想 换位思考 假如我是你呢 我会希望 别人怎么做 那我就这么做 就是我跟你换位 那我就用适当的方式呢 来回应你对我的要求 在孟子来说也是一样 抢树而行 就是我努力啊 树 推己及人叫做树 如心为树 将心比心 就是树 我努力照这个做 就可以行人 所以儒家的思想里面的真诚呢 不是一个人关起门来真诚 讲真诚的时候就要问 我跟别人之间的关系 是否适当 如果适当的话呢 当然内心里面非常愉快 问心无愧嘛 那如果不适当的话呢 那就要问啊 我是不是可以改善 我们一再谈到这个观念 他说古代的人呢 得志的时候呢 恩泽家于百姓身上 不得志的话呢 退下来 修养自己 立身处事 穷困的时候 独善其身 独善其身 不是一个人 不跟别人来往 独善其身是 我穷困的时候 没有机会做官 照顾百姓 我就设法怎么样呢 我让自己变得完美 至于我得意的时候呢 通达的时候 显达的时候呢 就让天下人 一起走向完美 所以我们讲 儒家思想的时候 就要分两个层面 一个层面是说 我读书人 学习儒家的思想 做官了 照顾百姓 让百姓过好的生活 另一方面呢 光照顾百姓不够啊 还要带着百姓 一起走向完美的人生 这要分两方面 所以为什么儒家思想 他对于读书人的启发 很深刻呢 就是你除了要有德行之外 还要有能力 你能力不够的话 你德行再高 你无法真的改善百姓的生活 那也是很可惜啊 所以后来 孟子思想发展 在整个儒家的 易经传统里面 就会特别谈到 古代的帝王 照顾百姓 需要三个条件 第一个 要有德行 因为你有德行的话呢 跟所有人才会心意相通 你德行越高 别人越高兴 因为你会照顾他嘛 你会与人为善嘛 第二个呢 你需要培养能力 能力不够的话 你光是一个好人 那么办事情办不通 办不成 那不是很可惜吗 第三个呢 需要有智慧 因为人活在世界上 常常常会有迷惑 什么叫迷惑呢 在孔子就说过 适时而不惑 这样的话 他的学生们呢 有两次就直接提到 怎么样叫做迷惑 孔子的回答 没有例外的 都提到情绪情感的问题 第一次孔子会说 什么叫迷惑呢 你对一个人呢 爱他的时候 希望他一直活下去 恨他的时候 希望他立刻死去 对同一个人又爱又恨 就是迷惑 另外一个学生问 什么叫迷惑呢 他说一时的愤怒 忘记自身的安危 以及父母亲的安危 这叫做迷惑 所以孔子所说的迷惑 都跟情绪的反应 冲动有关 代表儒家很强调 你要设法 有好的情商 调解你的情绪智商 这个做到之后呢 才能够没有迷惑 每个人都希望 自己的人生能够快乐 但是 人生中 有许多我们自己 无法把握的因素 我们学习儒家思想 可以提高自身的修养 那么 一个自身修养良好的人 一个德行高尚的人 是不是就能够快乐地 度过自己的一生了呢 人的生命非常可贵 我们常常会想到 孔子的话 只在川上约 适者如师父 不舍昼夜 河流的水 从来没有停过 晚上睡觉的时候 他继续在流 那我们能够不努力吗 有时候忽然之间 就过了十年二十年了 就要问自己 有没有长进了 而像孔子孟子 他们的生命呢 等于是一直往上走 是个立体的生命 我们学儒家 就要让自己的生命 也变成立体的生命 而这个里面 有很大的压力 但不要忘记 有更大的快乐 有时候我们看到 介绍孔子或孟子的 一些资料 提到说 孔子是上家狗了 郁郁寡欢了 一生不得意了 如何穷愁潦倒了 这些话 其实都非常的浮面的 孔子一辈子都非常快乐 他平常生活的时候 深深如也 夭夭如也 非常自在 轻松的 孟子也是一样 他学生说 老师看起来不太开心 他说为什么好不高兴呢 有理想是一回事 能不能实现 要看天时地利人和 能不能配合 不能配合的话呢 我独善其身 让我自己改善 变得完美 至少对得起 我自己这个生命啊 我们平常看故事 喜欢看结局 有一个快乐的结局 happy ending 就觉得说 哎呀 终于圆满 这个团圆了 但是你不要忘记啊 那很多事情 你做的半天 没有圆满结束 怎么办呢 但是儒家基本上 不在乎 那个结局是否圆满 只在乎你是否 继续在做 这种继续在做 或是最难的 你要有恒心 由内而发 就是这意思就是说 我对 我要设法 对得起我自己 我自己这个人性的要求 至于说 别人怎么样 我实在不能去干涉他 你怎么可能说 因为你孝顺 所以你父母就要慈爱呢 或是做父母的 因为你慈爱 子女就应该孝顺了 没有人敢打这个包票的 所以儒家基本上 是回到每一个人 自己的身上 人际关系是不可或缺的 每一个人都活在人群里面 你没有这个人际关系的网络 你根本不可能生存发展 但是呢 你不能选择说 我一定要有什么样的父母 什么样的兄弟姐妹 什么样的同事 同学朋友 你不能选择 很多都已经定了 你注定在这里工作 那你跟这些人做朋友 哎呀 你说我朋友都 有些问题 同事都有他们的毛病 都对我不好 怎么办呢 儒家会认为 正好借机会修德行善了 我们有时候也可以思考 如果孔子不是生在 春秋时代末期 孟子不是生在 战国时代中期 他们两个生下来 就很顺利 也书念得很好 理想也很高 做大官做很多好事 那叫做孔子孟子吗 恐怕就 不是孔子孟子的 反而变成恐怕 是很平凡的一生了 所以有很多时候呢 在颠沛流离之际呢 你才能够真的看透 人生里面什么事 什么是必要的 什么是需要的 什么是重要的 儒家是把握到重要的 这个成分 认为人要面对的是什么 每一个人自己的人性 人性向善 真诚引发力量 由内而发 快乐也一样 由内而发 掌握这个原则的话呢 谈到儒家的快乐 就变成是每一个人 完全可以超之于己 而不用求之于人的 你学了孟子之后 就感觉到内在啊 真的是有一种力量 感觉到内心充满浩然之气 活在世界上呢 那种坦荡荡的快乐 是难以想象的 那么同时呢 也可以明白 人生的价值何在 如何过快乐 而有意义的人生 不断提升生命的境界 所以我们这一系列呢 介绍孟子的思想 可以说是得到很多心得 愿意跟大家分享 谢谢各位 谢谢 纵横天下的秘密武器